你喜歡這個驚喜 是跟它有什麼樣的一個淵源嗎 因為我是 我從小的生長的家庭 就是外省家庭 我是外省第二代 所以呢 從小就是 家裡面的那些 爺爺的同鄉啊 大爺啊 爺爺們啊 那個叔叔伯伯們嘛 他們就是都從小看這個驚喜 對 看那個 我們這樣 對不起 我們台灣人習慣講的叫平劇 平劇 我小時候就叫平劇 對 那麼就看平劇 所以呢 我們就耳濡目染啊 反正六日的 每天六 每個禮拜六日 電視都是一定是 不是華視就是 就是全部是看這個戲劇 這樣 對 那所以呢 而且我記得小時候 如果我爺爺要不是 這麼愛看金系 我現在應該有 也有房地產可以繼承才對 因為 他那個時候 每天就是 這個工作完了之後 收了工之後呢 他就 包了車去紅樓 看顧正秋 有很多工具團 哦 是從那個時候的 對啊 就每天看工具團 我說爺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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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爺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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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有一个世代为什么 多少年 因为他唱的 跟另外一个组合唱的 会给你不同的感觉的 对不对 每一个人去演绎 这个角色投射的感情 跟那种戏骨都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 对啊 我今天才知道 我是演艺圈 少数还有在看平纸精细的人 你姐可以说一下 就是你妈妈 你会想带小孩看戏吗 会啊 而且像秦湘连这个 我女儿是一个 非常对这种戏剧 很有兴趣的人 对 她来看呢 我很想知道 她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解读 对 我女儿看那个 罗密欧朱丽叶 她说朱丽叶非常有心机 她用爱情控制了罗密欧 角度不同 角度不同 所以我真的很想知道 年轻的人来看这个 这个秦湘连会是什么 你就要看赵氏固 她一定不能接受 有人为什么把自己的孩子 对 去那个顶天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讲到 这个春秋战国的这个历史 我觉得非常非常谢谢 这个宝春老师 愿意花这么大的力气 把这个每一个角色的 我应该讲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光明面 也有他的阴暗面 我们看起来蛮阳光的 只是我们把阴暗藏得太深了 对不对 好 该哪一天呢 这个什么情况之下呢 我们都不敢保证 我们不会受到阴暗面的挑战 或者是试炼 或者是那种交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宝春老师 把每一个系的这个角色 就是的个性可以说性格 更全面的展现 我觉得这是补足了 传统精细里面不谈的这一块